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近老拍电影呢 你看到啊 13年就唱了两首歌 还都是电影单曲 可是在副业上呢 动作挺大 拍了四五电影 这还不算啥啊 今年这位小哥可是获得了全球太空型项目的邀请 作为太空型使者 即将登陆太空 这不啊 昨天在他这电影的这个发布会上啊 他就开始跟大家聊着太空这事儿了 感觉是信心满满呢 我今天已经开训已经开训结束了 现在就等着第一日期 在15年前会有 不知道现在还没有定到什么时候 对 在15年前会有 听听 这自信的啊 我说小哥您直接说是在2014年您要冲出地球不就得了吗 可这眼瞅的一三天马上过去了 您也给我们讲讲 14年要上太空这事儿 您都做了哪些训练啥子呗 嗯 它会有一些要求 它会有 之前有一个就是 凌重力的训练 还有一个体重训练的这个 大部分的训练 哎呀妈 新歌不去准备 这上太空的功课做的还挺玄乎 看来地球这儿这儿是容不下我们韩庚同学了 话说人家从韩国起步 现在在中国发展 即将走向宇宙 这架死的老编我在娱乐圈闯浪了这么多年 还真是头一次见 哎 什么时候我要是能看见人家韩庚同学 弄点外星粉丝回来 我想吃生足矣啊 有顾全云乐 给火星人带好啊 北京报道 金马奖 金像奖 众星云集 是你评的吗 优酷213第二届金鱼奖 热辣来袭 挑选年度热点 拒绝黑幕内定 谁是年度之罪 统统看你心情 关注优酷全乐 12月16日起 你说了算 35そうですね 你看着我 这个孩子 看着你 我们最最最最最最最端的 最最最新的 你要 Frame 放追